接下來就是有人要來唱歌的 欸 雅庭語音不是這種 竹字稿耶 真的 老師 你應該知道 我要請你來挑歌了 呵呵呵 欸 其實這個雖然跟我們今天講的沒有什麼關係啦 但是他的服務裡面 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音樂創作 因為我 那個 軍醫那一場我有稍微看一下 老師有介紹Suno 對不對 最近不是很流行Suno嗎 Suno當然好用啊 可是Suno 他用的是他自己的 那個歌聲嘛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說我是誰唱的 可是這裡 你看我們雅庭的 他的音樂 你看有AI班唱 一樣有音樂生成 單曲生成 主唱 詞曲創作有沒有 他的功能更多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的喔 Suno的生成的音樂的品質確實比較好 可是呢 翻唱這一邊啊 其實效果也是很不錯的喔 所以呢我們 就是要請老師來翻唱 老師你會不會害怕 我很害怕 很害怕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你來講7秒鐘的話就好了 只要講話就好了 對 真的只要講話就好了 但是我請老師先挑一首好不好 你想要唱哪一首歌 對 用你的聲音唱哪一首歌啦 對 有沒有哪個歌手比較那個的 你敢唱車子嗎 我有試過了 會有唱台語喔 所以他沒有那個語言的限制 不過不可否認喔 國語的應該效果會比較好 台語那個發音因為 他也有發音嘛 所以那個 翻出來的喔 還是有差啦 來前面啦來前面 來前面講比較快 還是你要唱卡加部隊表 唱歌的要下課啦 沒有沒有沒有 等一下你的歌聲是我們下課的 開玩笑看一下 還是你要5月天的 是真的唱還是講話 你當然是講話啊 講話就好了啦 我怎麼可能要求老師來這裡唱歌 這樣我喝 我怕我不能回家 會感人歌手呢 欸 哪一個哪一個 看你 呃 車站嘛 你現在要唱車站嗎 不是不是 我是要 老師叫我唸歌詞這樣嗎 沒有都不用都不用 你只要一般講話就好 這樣子嗎 對對對 你現在只是選 你要用你的聲音變成哪一首歌這樣 這樣好 車站好 這個喔 對 對 我不知道 變成哪一首 好 你看點進來對不對 好 那 我們 只要 取得他的網址就好了 好 複製 拿到這邊來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上傳 MT3 那也可以把網址貼進來 最後貼進來之後在旁邊點一下 他先幫我確認出這首歌 好 好 確認完了 我們就可以選擇 好 確定沒錯 你看這裡 這裡呢 他有幾個聲音的來源 一個是他內建的男生女生 甚至你更狠一點 你直接 比如說你要五月天唱假的 你就把五月天的那一首歌 網址給他就好了 對 真的可以這樣玩 你也可以自己錄好之後傳上去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Live的 所以一定要做錄音 這樣了解嗎 所以來 你看喔 這邊 點下去 好 看 哪一個麥克風 然後老師我等 待會我按下去之後 你只要講話 隨便講 看你要講什麼 你就把它當作 現在你要跟學生講話 郭台語都可以通 沒有差 不好意思 這裡不做語言辨識 所以你不用講太多 你要講刻意就也可以 他是抓你的那個聲音 所以這個其實跟我們在 你可能網路上有聽到 AI 孫燕姿 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 各位線上的朋友 各位線上的夥伴 大家好 我是光榮國小 主席老師 賣服啊 他已經七秒鐘了 七秒鐘了 你還要再錄一次 沒有 好 我們不累一下 各位線上的朋友 各位線上的朋友 各位線上夥伴 大家 感謝老師 OK啦 送出 五分鐘之後 你的下課終身就準備好了 所以其實你看喔 他這個其實效果也蠻好的 等一下我們五分鐘之後再回頭來看就好了 所以各位這樣有沒有感受到 其實 雅庭語音 在做這一塊 其實真的還不錯 我會覺得說 我會覺得說其實我們這樣玩一玩 覺得 第一個 免費的額度夠多 時速夠你玩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的功能 把AI的應用也 發展得很好 可以讓大家 有比較不一樣的體驗 好嗎 謝謝 謝謝